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人逢九字開始腳軟 很奇怪 尤其是共產黨 一聽到九字 逢九 年份一回答到九字 一定有大事 1949年 中共建政 1919年是五四運動 1989年是六四 所以今年是2009年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 一定要穩定押到一切 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 一甲子 中共建政已經一甲子六十年 所以一定要歌舞姓平 要對共產黨歌功仲德 社會一定要很穩定 奈何今年是金融海嘯之後 開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年 大陸下竿工人人數以千萬計算 共產黨都很擔心社會不穩定 第二 今年是六四二十週年 這個六四二十週年 大家又是不敢忘記 又是要說六四 這個六四慘案又被大家拿出來說 我們去台灣的時候去參觀這個二百紀念館 當時我在門口就說 如果有朝一日 在中國大陸 可能在天安門 都有一個叫六四紀念館 怎麼說得來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在台灣 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 用軍隊來鎮壓示威 搞到外省人和本省人互相廝殺 總共死亡一萬八千人 按照民間的調查 其中一萬人是台灣人 八千人是本省人 這是一個慘劇 導火線就是濕屍煙 接著濫權 接著就是殺人 軍隊介入 這就造成了台灣日後的所謂省殖情結 和所謂台獨的根源也在這裡 所以六四慘案 哪有得沒得平反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二二八事件 1947年發生的 到公元九十年代就要平反 五十年 現在我們都等了二十年 是吧 就是可能 玉敏死了老襯之後 我的下一代就可以看到 這個六四慘案 得到這個所謂要還受難者家屬的公道 大家看看過去這二十年 當權派是不談六四、被談六四 他有沒有叫人民 歌功仲得六四鎮壓有利 都不敢 證明就叫心裡有鬼 如果你不是心裡有鬼 你認為當時平暴 平定暴亂是對的 解放軍、清場是對的 你一定是大書、特書 每年六四都拿出來說 平暴一周年、平暴二周年、平暴二十周年 都可以的 說都不敢說 不但說都不敢說 所有互聯網有六四兩個字 都全部被人過濾了 你上不到網 這個是害怕的 這是內心虛脅 避談、不談、免談 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如果你是鎮壓有利 平暴有利的 就要大書、特書 反之那些受害的人 每一年都有這些聲音出來 你只當天安門母親就可以了 丁子林、蔣培坤、兩公婆 兒子被你殺了 他搞了個天安門母親運動 在大陸 但現在是國際知名 兩個老人家亦都垂垂路耳 但這個運動又會延續下去 這些抗議的聲音 這些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 二十年來都沒有停過 所以誰對誰不對 是否很清楚 即是一個真正 即是肯面對歷史 和不忘記歷史的當權的人 他才會有前途 忘記歷史 不敢面對歷史的政治人物 是沒有前途 不敢面對歷史 忘記歷史的政權 亦都是沒有前途 這個已經是很清楚的 所以現在中國 相對於二十年前 經濟有這麼大的發展 很多人民的生活都有改善 中共政權更加應該去面對歷史 當然有些人說 現在還未死的人 和六四有關的那些 等他死了 可能情況就有些改變 但無論怎樣也好 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 如果中共還在執政 都不能不面對六四慘案 這是必然的 人民都會給他壓力 今年除了六四二十周年之外 建國六十周年之外 還是解放軍入西藏五十周年 那次也是去殺人的 也是去殺人的 今時今日這個所謂藏毒 或者藏人自決 西藏問題 之所以仍然存在 不單純是國際勢力在鼓動的 大佬 是五十年前 中共入藏所造成的 今年 你又要提防藏人 又會搞事 因為五十周年 還有人可以忽視另外一個 很有力量的 一個團體 叫做法輪功 今年是中共鎮壓法輪功 法輪功在中國大陸成為氣候 然後被人裂為邪交 又十五年 他在海外 又會搞很多活動 在大陸 可能又會有些事情搞一下 所以今年 對於共產黨來說 真是 一個九字就是幾件大事 建國六十周年 五四五十周年 五四都更好一點 六四二十周年 入藏五十周年 法輪功十五周年 都是令到領導人很頭痕 香港還有一個七一 香港現在派了很多人下來看 六四、七一 究竟會有多少人 其實香港很簡單 香港人最容易搞的 香港人又最保守 香港人最喜歡做順民 香港人都走出來說 要對政府say no 這個政府就非常之不堪 所以有些人說 社民連搞事 社民連之所以可以 在民主派政治光譜裡佔一席位 這完全就是因為社會 仍然充斥很多怨氣 因為政府非常之不堪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民主政治受到疾愛 根據基本法 我們07、08都有機會有雙普選 現在連2012都沒有 這樣也不要緊 如果像新加坡那樣 他搞這些所謂仁慈的獨裁 經濟給你充分自由 政治要高度掌控這麼少的人口 他都能管得到 可能那些人也會接受這種管治 政府有效率 他都可以自圓其說 但你香港老實說 又想學新加坡 但你政治就沒有民主 行政就亂了 社會有很多怨氣 貧富又懸殊 官商又勾結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今年的7月1日 怎會少人呢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二再見 拜拜